李立群今日公开批评王家卫,而且吐槽墨镜王导演经验不足。 繁花受到全国大部分观众的喜欢,但上海人并不喜欢。 李立群现在已经年届70了,繁花里演的也就是30年前的事情。 她直言是有记忆的,说不是这个样子的。 李立群直接且不留情面的评论,让大家质疑她是不是在蹭繁花的热度。 其实,就算繁花高度还原,也不可能完全回到30年代的上海。 人者兼人,智者兼智,一部作品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,也不可能所有人都不喜欢。 繁花能热播其实不光是观众喜欢看30年前上海的还原, 更是喜欢繁花的剧情,以及演员们精彩的演绎。 李立群接着说对王家卫其他的作品诸如《一代宗师》、《重庆森林》等也没看懂。 这引起网友的质疑,看不懂就别先评论,等看懂了再说。 作为观众,